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是第六天 我已經出發7公里了 跟大家報告一下 剛才吃完飯 拉完筋 東西都收拾好 然後要出門了 從昨天的晚上 我的那個左腳 左腳的膝蓋就開始在痛 貼著貼布也沒有用 今天一騎上來 左腳一用力膝蓋就很痛 但是 我離目的地只剩49公里了 離京都只剩49公里了 我還是想要把它撐下去 有可能 這一個禮拜 會對我的膝蓋有所傷害的 但我想要把它完成 好不容易就這樣一個禮拜了 沒有完成我心裡會有一個比較大的感覺 好 今天也是晴天 大晴天 一點雲 雲都沒有 真的是 思賀縣真的是 沒什麼建築啦 昨天騎的時候也是很恐怖這樣 好 那我還有49公里 還有一座山 要給我來征服 那希望我 可以平安的到達這樣 好 那我們出發吧 最後的18公里 橫渡琵琵琶湖的釣橋 這一個地方結束完就是爬山 爬山完之後就到京都了 在最後18公里 我快成功了 阿都斯科士大爾 阿都斯科士 京都一級 公車這個地方太多人了 我直接下來走了 欸 京都塔 看到了 京都車站 太棒了 我成功了 五天半的時間騎到了 這樣我就人生做了一件我自己認為非常了不起的事 除了跳傘以外 我要在陽光底下好熱喔 太棒了 好 那我晚一點再說感想喔 掰掰 掰掰 很孤單 那個時候我女朋友在 應該說他們大學畢業 他們要到京都玩 我就想說 沒關係我現在還沒 還沒要上班 然後有一個禮拜 那時候還有十天的時間 好 各位 一股衝勁就可以 做出自己想不到的事情 那其實我原本預定是七天 結果五天半 五天半我就完成了 因為那個時候我一到的時候是十二點 整個過程來講 我自己覺得說很好玩啦 因為自己一個人要自己去挑戰說 你自己接下來要怎麼走 會讓自己比較輕鬆一點 然後要怎麼規劃你自己的行程 讓你自己不會那麼疲勞 但是到最後其實 我也回來的一個禮拜的時間 整個就是 那種感覺 那 是一個不錯 是一個不錯的經驗 畢竟過了一個半月 只是一個很好的回憶 說不定那個時候 我的感動的部分比較大 現在還好了 好 感謝大家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騎京都的這個系列 不妨在下面幫我點個喜歡 如果想持續 並且追蹤我的影片的話 或許可以在這邊 幫我點個訂閱喔 然後我左邊會放上我的熱門影片 我的右邊會放上我的最新影片喔 那 請大家多多指教了 掰掰